上车一下 这场新北589公车 延时到百福社区的通车典礼 参与的地方民众相当开心 除了百福社区的李林长到场参加之外 基隆市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蔡旺莲、曾宜芳、张耿辉和陈明健 都到场祝福 并肯定市长谢果良和副市长邱佩玲 透过基北北桃合作平台 成功争取到这条公车路线 让欺读百福社区的民众 前往汐止或南港通勤与就医更加便利 真的是非常感动 我们谢市长在短的时间里面 真的让我们589客运 能够真正的延时到我们百福社区来 是给百福社区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 不只是上班族 连后需要搭车的这些 不管是去国泰医院的也好 去系纸购物的也好 都造成很大很大的方便 以前真的都没有都没有 就是百福社区这一块 所以今天真的带着非常高兴的心情 来到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通车典礼 首先在这边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个谢市府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的一个协助帮忙 让我们这个百福社区这边的居民 通往这个就是南港 整个通勤路线更加便利 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 其实在这个通勤在交通 我们不能说他人多或是少 即便他是在这个比较就乡下的地方 我们都是要重视他们 那也希望未来不管在这个公路也好 或者是在铁路这方面的一个整个路廊 也希望说我们市府还有各单位 包括各县市都能够紧密的合作 最主要是感谢我们新北市的 我们新北市的侯市长 前例来支持指向的政策 那同时也感谢我们谢市长上任以后 特别交代我们秋夫市长 体系我们地方上民意的反应 那也带动着我们周遭百福社区的一些通勤族 一些洽工组的方便 那未来的话七土其实是一个 总共有四个捷印站 那我也希望说在整个 不管是六土工业区也好 还是相关的比较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让他们接驳的公车能够有便利性 人家说交通是建设之母 所以在交通这部分是非常重要 而且更在意的就是要有些便利 今天589陷入的一个通车典礼 可以说让我们百福地区的这些居民 甚至于通勤族里面可以多一条的路线 能让他们在城际方面的之间的流动 有更便利的一个路线 尤其我们通勤族在我们北市 新北市是最靠近的 更需要一条有更便利的一个路线 能够让他们更通勤 而不是只有铁路这部分 所以我们很乐见今天的通车典礼 一方也得到很多的回馈跟很多的反应 其实居民说真的差很多 他们不用风吹雨淋在那边等很久的公车 他们只要时间到前五分钟前十分钟 在现场等车就可以搭到车顺利去上班上课 那其实今天也来了非常多的里长跟领长 一方在这里也希望我们这些里长跟领长 可以在这事半的三个月内 好好的来跟里民跟气度的民众来做宣导说 有这帮客运可以利用这帮客运到汐止跟南港 这样子未来新北客公司才不会因为路线人太少搭乘 而取消班次 那一方也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搭乘 让我们在离风时间也有这个班次 让我们百福社区的民众在离风时间 也可以搭到汐止或者是南港 在市府和地方的西手下 这次透过基北北桃合作平台 成功争取到新北589公车 串起了基隆七堵与汐止的生活圈 获得地方民众的肯定 府会也共同呼吁百福社区的民众 踊跃搭乘利用 让这条路线能够永续经营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